正好是个周末,所以我的家人们可以过来跟我一起过年 而我就认真地准备了一桌年夜饭和大家分享 提前一周我在Costco买了一只鸭子 因为冻得很结实,用了半天加一个晚上才化开 鸭子清洗干净之后,头一天一大早 我就开始刷脆皮水和酱汁来处理它的表皮 当天烤之前,把肚子里塞满了洋葱,苹果和橙子 然后用牙签把肚子封起来 然后用锡纸把鸭子的翅膀和腿包起来 放进烤箱,180度烤两个多小时 每30分钟把鸭子拿出来刷一些酱汁 并且翻个面,重复四次 家人们来的头一天晚上,我还准备了主食 是春卷和饺子 因为孩子们特别爱吃hard dog 所以我就用紫白菜,洋葱和hard dog做了春卷的馅 我也是第一次自己做了春卷皮 勉强算个及格吧 春卷包好了之后,我就冻在了冰箱 第二天早上才拿出来炸的 开始做春卷之前,我就和了一个饺子面团 放在一边让它醒着 并且调了包饺子的馅 饺子馅是用洋葱,胡萝卜和牛肉做的 也是考虑了家人的口味 做了这么一个组合 包饺子的面很好和,就是用凉水和了一个普通的面粉 是out purpose flower 和好之后也不用使劲的揉 可以就是让它放在一边醒着 时不时的过去揉两下就可以 因为我是个北方人 平时我也会自己和面包饺子 我觉得自己现做的饺子皮 有面粉的香味 比买来的要好吃 可能是因为我先前的经验比较多吧 我觉得包饺子比做春卷要简单多了 并且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大个头大馅的饺子 自己做饺子皮的话 可以有目的的把饺子皮做的大一点 这样子比较容易塞更多的馅进去 当然了,如果是觉得自己和面做饺子压力有点大的话 也是可以在超市里买比较新鲜一点的饺子皮 我也曾经买到过还不错的 所以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自己喜欢吃得开心是最好的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面食的 同时呢,我也觉得做面团 处理面团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疗愈和放松的过程 所以我们家大部分的面食都是我自己做的 放慢一个过程 给大家看一下我一般是怎么包饺子的 中间捏一下 然后两边大拇指这样一挤就好了 因为新鲜做的饺子皮比较湿一些 所以在包好之后呢,沾一点面粉 以防止它们粘在案板上或是粘在一起 把皮粘坏了会露馅 所有的饺子都包好了之后 我也是同样的冻在了冰箱 第二天早上才拿出来煮的 聚会的当天小朋友们来了之后 我还带着他们一起做了小兔子馒头 他们玩得很开心 并且觉得自己蒸的馒头特别好吃 当天早上我还做了虾仁豆腐彩椒 和栗子烧排骨 再加上煮好的水饺 炸好的春卷 鸭子烤好之后 我把肉拆了下来 然后炒了一个蘸酱 这样配着新鲜的蔬菜 可以做鸭肉卷吃 春卷炸出来 吃着也还可以 皮非常的酥脆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年夜饭 谢谢你的观看 祝你兔年如意